我们看课本三页 上次讲到佛陀成佛 那么讲到这个人的特色 好 佛陀的佛法主要是 在这个世间对人 要能够修行 意念胜 犯恨胜 勇猛胜 所以容易修行而成就 其他的众生即使在天上比人好 也不太容易修行 那三二道有业障 暴障 烦恼障 那更不容易修行 只有人那么有能力突破 而且比较可以修行 所以世尊也是因人而成佛的 吉人成佛 真的要强调这个观念 我们再来看 他说 世尊成佛之后 曾经做七七日的禅师 享受解脱的法乐 感受到正法的深奥 众生的爱着 而有不想说法的传说 那佛陀成佛之后 那么很多经论里面都有这种传说 就是说 佛陀成了佛之后 那么不想说法 那么为什么不想说 他成佛不是要度众生的吗 那主要是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这个法胜生 那么众生可能没有办法理解 第二个就是众生的 这样的懒着烦恼胜重 就是众生的烦恼胜重 所以他不容易突破这个烦恼 那这个佛法又胜深 那么我们一般讲的智慧浅薄 那这个就是我们就善根浅薄 但是业障又深重 通常有这样的观念 那所以 那么曾经不想说法 后来有所谓的 犯天勤转法轮 或者诸天勤转法轮 好 那我们再来看 那很多经论都有说 到底几天 有时候讲的也不一样 那这里是一五分律 那五分律说 我所得法胜身为妙 难解难见 寂莫无为 这其实应该是寂静 那以前的翻译 就是这个佛所悟得缘起 跟涅槃 就缘起胜身 涅槃胜身 富胜身 非常地深奥 不容易理解 那也不容易正道 那智者所知 非于所弃 除了有智慧的人 能够明白之外 那么一般世间的凡夫 是没有办法触及到的 那他说 众生热灼三戒苦窄 那所以这里苦窄 后来就类似说成 所谓阿拉业 热阿拉业 喜阿拉业 那么这个 我们基本上 就是众生为欲贪 欲爱 那么执着自我爱 那么境界爱 所以即此诸愿 何缘人物 因缘 甚深为妙 难见之法 那十二因缘 是后来的说法 那佛陀一开始 他基本上 就是所谓的缘起 我论因说因 那这个 讲个详细一点 就是所谓的十二缘起 那讲个简单一点 就是流转跟缓灭 此故彼 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无 此生故彼生 此灭故彼灭 好 那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众生有这样多的一个 业 就是烦恼 烦恼业 所以 所以哪里能够体悟 那么 证悟 这个圣身的缘起法 幼夫 习一切行 结断诸流 那一切行 就是一切业 结断诸流 就是要断除一切烦恼 敬恩爱缘 无于涅槃 泥环就是涅槃 亦复甚然 若我说者 涂自疲劳 好 那就是发现到 要解脱是那么的不容易 如果没有相当的能力 那么相当的智慧 相当的体会 那么是不太容易解脱的 那现在我去为这些众生说 那么 第一个 说了 他们不明白 而且 不但不明白 还会毁谤 那所以 屠自毕老 就堂老无功了 那 有何一必去说呢 这大概是五分律的一个解说 那其他的各个经历里面都有提到 但是到底有几天 那里面的文大同小异 大概都是这个意思 好 佛法是甚深的 但不是世俗学问的精深 而是众生本性的真结 那不容易突破 那这个真结基本上 就是说我们在遇见 这个我们稍微讲一下好了 众生的真结 基本上上次我们说过 这两个众生的真结 生死的真结 生死的真结就是我见我爱 解脱的关键就是去我见除我爱 那么有情 这我们上次应该有说过 就稍微知道一下 有情的特征 就是有情事跟有情爱 它这两个特征 有情事跟有情爱 那么有情事的迷茫 就变成所谓的我见 这是我爱 那有情有三界六道 那一般把这个叫做浴滩 那佛法里面有时候从我爱讲 有时候从我见讲 从我见讲就讲无名所妇 那两个一起讲 无名所妇 爱解所欣 就这个叫做无名 无名所妇 贪爱所欣 或是爱解 或是欲贪 或是贪爱 讲贪爱 那阿岸间无名所妇 爱解所欣 贪爱的起烦恼 无名所妇 爱解所欣 长夜轮回 不知苦之本迹 所以就一直 一直有生死轮回 其实是这样 那这个是有情的真结特点 那么有我爱就有所谓的 这我爱分下来 这个我见分开来 就是所谓的生见 主要是生见 那我们叫做我见 那这个生见 如果细讲 我们说分别我见 跟巨生我见 那主要讲生见 那生见只要就是四个 或三个 我们讲三个的话 讲四个三个都可以 吉运我 吉运 吉运我 离运我 这个是相在 相在就是我在运中 运在我中 这个是比较深细难明白的 这个是出生就有了 我在运中 运在我中 那设想其实是各个都有 那基本上就是分长见跟断见而已 这个是断见 这个是长见 这个都是长见 长见跟断见 那要断比较不容易 但是先断的是断这个生见 那就是撒迦也见 好 那我爱的话 基本上就分上见跟下见的 浴潭设堂 但是主要是分自我爱 境界爱 后有爱 主要是分这个 自我爱 我们叫做自体爱 可以自我爱 境界爱 跟后有爱 那境界爱又分两种 比比喜乐喜滩俱行 应该这么样分好了 那如果自我爱 后有爱 我们可以这么分 分两种就好了 这比较容易 自我爱 这我们容易记 自我爱跟境界爱 境界爱 那通常会讲三种 后有爱 那我们把这个分在这里 自体爱跟境界爱 这样比较容易记 自体爱跟后有爱 后有 自体爱是对现在这个身心 拦着 后有爱是对未来的生命的 永恒相续渴求 那这个我们就比较 对现在的生命拦着 对未来的生命渴求 永恒相续渴求 境界爱 一部派的说法叫做 比比喜乐喜滩俱行 这样我们比较容易记 很容易就记起来 那这个无名所富 爱解所欣 所以产业轮回 不知苦之本记 阿含经常常这样讲 产业轮回 不知苦之本记 这个是友情的特质 真简 那喜滩俱行 比比喜乐 那这个就是对现有 现有的武欲拦着 现有的武欲拦着 这个是对未没有 没有还没有的武欲渴求 就境界嘛 就境界 对于你已经拥有的 那么拦着 担恋 那么对于还没有 那你想拥有的 可求追求 就简单讲 那我们就容易记 你有一个 你这里面有一个架构 那你把它稍微背起来 这不困难 就简单嘛 你就讲有情 那有情 就是有情事跟有情爱 就这两个而已 那有情事 基本上就是 只为我 分别的有情为我见 我见跟我爱 所以一般来讲 无名为父 贪爱为母 而有众生 那么阿含经的说法是 无名所父 爱解所息 长夜轮回 不知苦之本记 那么一般通俗性的说法就是 无名为父 波罗间里面的 无名为父 贪爱为母 而有众生 那有时候从 从这个我见说起 有时候从我爱说起 那 缘起就是在讲这些 那甚深 那不容易 那这个是维系的 那我们把这个叫做 我们基本上把这个叫做见祸 见所端 这个叫做失祸 就是有时候这样分 这是不派的分法 好 那这个贪跟撑 重点在贪跟撑 这重点在吃 那变成就是贪撑吃 那像应该是42章节 如果没有记错 他就讲生死疲劳 从贪欲起 就是贪爱 有时候从贪爱讲 那有时候从无名讲 所以舍利佛跟比丘说 你们回去有人问你 佛都教了些什么 你要讲 佛就讲调伏玉滩 因为生死疲劳 从玉滩起 那么有情里面 我们稍微知道 有情里面有三界六道 上面是天 那是主要是人 那这边有三二道 那天里面 天里面有三 有玉界色界无色界 但主要是人 主要是人 因为五运六处 都是旧人 五运六处六界 都是旧人说的 都是旧人说的 那么人里面 那么三界六道都是有情 三界六道都是有情 但是旧人讲的 那人是玉界 人是玉界 所以玉界的玉滩 是最主要的对 玉界的玉滩是我们 我们这个烦恼里面 比较要主要对峙的地方 所以对峙这个玉滩 对峙这个玉滩 就是我们现在 最主要的下手处 那么玉滩 玉界里面的玉滩 滩什么 滩五玉 玉界的玉滩就是五玉 就是贪恋五玉 贪着贪恋 这个五玉 五玉是什么 五玉是 眼耳鼻子的力 所对的色身香味处 就是唯妙的 唯妙的 所以叫做妙色妙身 妙香妙味妙处 唯妙的 唯妙的五玉 苏圣的 妙色妙身妙香妙味妙处 那么这个是 如果你要解脱 你首先要对这个是五玉 因为他占助你 所以五玉是战告法 这个是如果对出家人来讲 那么对在家人来讲 在家他是要升天的 师界升天之法 他如果对在家来讲 因为人里面主要有钱他是对人 但是人里面主要有钱的中心是人 那么人里面的中心是什么 佛弟子 佛法是对佛弟子讲的 外道主要是对佛弟子说的 那佛弟子有两类 在家跟去家 人里面对人讲的 三界六道是对人说的 那人元起里面 五玉六处这个都是人 人的身心结构 人的生命现象 那么人里面主要是佛弟子 当然也有牵涉到外道 但主要是佛弟子 那佛弟子里面有在家跟出家 在家跟出家 出家有五种 在家有两种 那主要是在家跟出家 那在家没有要解脱 在家就只是想得 他增上身心而已 他要希望幸福美满的生活 这一生幸福美满 来一生幸福美满 那么幸福美满就是 他的一个重点 在家的重点 在第一个五戒 然后不失慈戒升天之法 失戒升天之法 在家重点在 第一个不剁三二道 不剁二道 在家的重点在 不剁二道 因为他是人 他是人 他往下掉就剁到三二道里面 他就往下掉到三二道里面 所以在家的重点 在不剁三二道 然后或者往上升天 保持在忍的状态下 或者更好升天 就这两个 那再上去天有三界 再上去就出三界了 就出三界 比如说世间 我们看世间出世间 世间 然后出世间 世间跟出世间 世间是人在这里 然后天 然后下来就是出世间 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那么或者是声闻 辟知佛圆觉佛 然后到阿罗汉 那么这个是出世间 就出三界 这个在世间就三界 这个出世间就出三界 那么他决定出 究竟出就是世国 世国是究竟不来 不是无生 就不再生三界了 是阿罗汉 无生 不再生三界了 那这个 这个是已经决定要出世间了 但是还多久 看他的努力 看他正的国位 那么重点人 主要是为佛弟子说的 五运六处六界 跟缘起都是依人而说的 佛法是依人而说的 他重点也是人 缘起无情也是缘起 国土世间也是缘起 但不再讲国土世间 讲有情世间 所以缘起是无明 难道生老病死 有这一些 然后无明灭 乃至生老病死灭 那么运处界 这个都是为人说的 那么里面主要在家是 在家的重点在不多恶道 恶道有三恶道 在家的重点在不多恶道 不多三恶道 然后进一步升天 升色无色戒天 色无色戒天 所以五圣共法里面 那么人跟天 那么人持五戒 持五戒可以得人生 不多恶道 那么行十善 不失持戒生天之法 所以佛为他说 这个所以佛为他说 不失持戒生天之法 叫做失戒生天之法 那么或者来世幸福 叫真善生心 出家就不一定 出家不一定 出家就不是这样 不是不一定 出家主要在解脱 主要在不是不多恶道 出三戒 出离三戒 那么三戒三戒的重点就是 欲谈我见跟我爱 那么所以他要处理三戒 必须要处理三戒的烦恼 所以他第一个叫做离欲亲近 他的重点 这个在家的重点 先不多恶道 持五戒不多恶道 持五戒 这个是一开始下手处 持五戒不多恶道 做人也不会短命多兵 贫穷卑贱的 那么出家的重点 在出离三戒 那么出离三戒的一个重点 生死的重点在欲谈 从这边讲叫欲谈 所以他要怎么样 要离五欲 先从这里开始 叫做 那离五欲要先怎么 你不能一下子处理 离五欲五该 那么不能一下子处理 所以要怎么样 要淡薄 叫做扫欲知足 要从扫欲知足做起 是从这里做起 所以为什么 你看十一住行 减到最基本需求 那么十一剪衣服三件就够了 然后有的穿就好了 可以遮蔽风寒 可以防蚊炎就好了 那这个饮食吃了 可以过就好了 不用一定都吃到好吃到饱 不用 就可以维持生命就好了 住的地方可以就好了 那基本上 它重点在扫欲知足 就是离五欲 因为五欲是战道法 欲是战道法 那么它会障碍你不能得解脱 所以它基本上要叫做离欲清静 它基本上叫做离欲清静 因为烦恼都是从五欲来 离欲清静 这个是修行的概要不一样 所以它从你的基本需求里面 让你不染着这个五欲 那么你的烦恼不重 因为你都习惯 习惯起烦恼 然后习惯在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基本上就是五欲 五欲境界 那么自我跟境界都有 这个就是十二处里面的六根对六成 然后六四分别产生处 处具受想吃 就这些 然后你能够离欲贪 所以它说生死疲劳 从贪欲清 其实就是生死轮回 从贪欲清 或者 这个都是强调欲贪这一部分 或者佛说 你如果能够断欲法 我保你得解脱 断什么断贪 那对有情 对我们欲界的众生来讲 就是欲贪 就是离五欲 然后进一步离五欲去无干 那但是要先从五欲做起 那五欲有时候 五欲并不是说叫你不吃不穿不喝 不是的 就是在你在受用的时候 你不追求 你已经有的 你已经有的你不染着 你没有的你不追求 少益知足 从这个地方做起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 我们看起来好像没什么 其实我们要从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那么淡薄无欲 要不然你不容易 要不然你休闲 你在这边观 无我 非己欲我非离欲我 这个过去现在 另外好丑出息远近 如梦幻泡影入殿 过去信不可得 现在信不可得 未来信不可得 如病如庸 如刺如杀 你没有办法 为什么 因为你那个无欲占到 所以你的智慧不容易升起 真的 因为你的心 大部分的心都放在追求无欲上面 或是 练着已经有的无欲 追求没有的无欲 所以你的心力大部分都在那里 那因为你在那里 你没有多余的心 跟多余的力量 那么来培养你的智慧 所以你不容易成就 所以你很容易起烦恼 你看我们大多数的烦恼都是 因为我喜欢的东西被人家拿走了 因为它破坏了我喜欢的东西 因为别人有我没有 别人的比我好 别人的比我多 别人的比我殊胜 那么你 你开始心里面就烦恼了 那常常 这个是常常有的事 不管在设身相慰处上都是这样 包括我们对声音的懒卓 包括对放败的懒卓都是一种懒卓 对放败都是一种懒卓 在暗眼镜里面也有讲 然后对饮食的懒卓 射身相慰处 然后对男女的懒卓 然后对食物的懒卓 射身相慰处 所以你看 那么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那么它为了防止你 防止你在我爱这边懒卓 那么它有所谓的戒 那在家它就是五戒 不杀到一万 不去伤害别人 你不杀到一万 你不杀到一万 然后进一步不施持戒 因为它没有要解脱的意愿 它没有解脱的意愿 所以它只要有不剁三二道的 这样的情况就可以了 那出家就不一样 它有两种 一种就是你在家要修真上法 要出家 所以八观灾戒 八观灾戒跟五戒的差别在哪里 五戒就是让你不剁三二道而已 八观灾戒不是 八观灾戒要离五玉 所以它有在家的 有在家跟出家 那么在家要想要 就是它在家 但是它没有出家 但是它也想要得解脱 修出家法 那就有所谓的八戒 那这个是五戒 那这个就不是 这个就是巨族戒 它就规定很多 十一柱行都给你规定的 让你离这个贪爱 那你看八观灾戒是什么 前面是五戒 第二条不隐喻 改成不隐喻 那如果是在家 那就没关系 如果出家 那要离喻的 离喻清静的 所以你在家要修出家法 不是不邪喻 是不隐喻 然后后面几条是什么 其他都是五戒一样 后面是什么 后面不歌舞昌静 不顾王观天 然后这个 不着香花曼 不着香花曼 香油涂生 色身香味醋 然后过舞不食 就这个 然后沙咪一样 多一条不着泽金眼而已 其他都一样 就多一条不着泽金眼 然后不着握高广大床 高广大床是醋 身体的醋 然后长养自己的傲慢 这些你看 如果你是在家 你有要出家 也有要出三戒 所以它重点是出三戒不一样 重点是出三戒 这个在三戒内 这个是在三戒外 那你要出三戒 那你能在世间轮回的就是五欲 欲潭 从一戒来讲是欲潭 那从色乎色戒来讲 叫做色滩五欲 色戒不染着五欲 色戒不染着五欲 但是它并没有断欲潭 它只是扶住 烦恼有两种 现行的 现行的叫做禅 那么扶住的 睡觉睡起来叫随勉 它遇到境界它才会起 没有 它平常是扶住的 那么在色戒 它没有断欲潭的话 它掉到欲界来 它欲潭就起来了 然后无色戒 那么掉到色戒 掉到欲界来 它欲潭就起来了 所以它没有断 但是如果是三国的圣者 三国的圣者 他虽然在欲界 他把欲潭断掉了 所以他就不来这个欲界 他才不来欲界 所以重点在欲潭 重点在欲潭 欲潭断 你就决定得解脱 欲潭没有断 你就不能得解脱 但是欲潭要怎么断 要先扶住 少欲潭 因为你越来越多 越来越重 所以出家界的重点 出家界的重点 巨族界 巨族界大部反的 防的是什么 防的是浴潭 十一住行里面 基本上防的是浴潭 所以修行 两个重点 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 要从少欲之主做起 我记得爱吗 爱要从少欲之主做起 你没有办法一下断 但是要让它增长 从少欲之主做起来 有情事 这个是贱货 实着我 你没有智慧 你没有办法观察到这个 所以这个要从多文熏洗 开始做起 你要常理解佛法的 在讲些什么 我爱 什么是我 什么是无我 佛法的源起是什么 那么 生死是怎么来的 所以它两个下手处 我们到底要怎么修行 第一个基础 第一个基础 要有正见正思维 要从多文熏洗开始做起 常常听见 常常文法 常常思维 奇异 常常这样 那么这可以 这可以 保你的贱货 那这个少欲之主 可以保你的失货 出果 出果断生贱 恶果饱贪生吃 就做这个 那我们要断生贱 也是一开始 比丘他就做这个 所以比丘除了持戒之外 戒 大部分重灾 少益之主 他还要什么 他还要常常文法 独一进处 专精思维 不放益柱 他这样去听佛说法 我文法后 请佛为我说法 或是听法之后 独一进处 专精思维 不放益柱 就是要夺稳心细 这个是佛法的重点 因为你必须知道 生死的贞结在哪里 从友情来讲 大家其实 这个很简单 就是一个架构而已 但友情就是 有情事跟有情啊 就是我见跟我爱 那我见 基本上 我们叫做轮回 它基本上 主要是所谓的生见 那我们就把它分成两种 叫做分别我 分别我见跟聚生我见 主要是这样 那分别我见就是 我们不知道 那一直一直 习惯心以为常的 那么保护自我 我们说自我意识 就有自我守护 那么保护自我 那么通常 不离开三种 两种常见跟断见 三种 其余我离我相战 或者四种 那么这四种如果 生见如果断了 有时候叫做二十一节 生死重罪 有时候叫做八十一节 生死重罪 经典里面的形容 基本上是这样 因为它仔细分是四种 然后四种 每一个有五种 就有二十种 那这里 这里主要我们再说 在加跟出加 那你看八观在界 八观在界 受少分的出加 他少分他就是在五欲这一边 五欲这一边下手 你看完全不一样 他要出的是三戒 所以他必须要离五欲 他在加不出三戒 所以他持五戒就好 那五戒 五戒 从比较消极面的来讲 叫做不剁三二道 从基极面来讲 不剁三二道 就所谓的离五种恐怖 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 三戒不一样 离五种恐怖 五种恐怖 因为你有杀到淫望酒 你未来就会 就会有这一些 因杀到淫望酒而来的罪业 那五量寿经本来叫做五恶 五恶就是杀到淫望酒 就会有五痛五烧 那阿含经叫做五种恐怖法 离五种恐怖法 这个是从消极面 你不要剁三二道 不要受那些苦 从基极面来讲 叫做五大师 五大布施 你不杀生 我不让众生没有被杀的恐惧 就五大布施 从基极面来讲 那这个 如果八观灾界 他就不是了 八观灾界要离五欲 你去五干 先从离五欲开始 所以八观灾界除了受戒之外 八观灾界不是只有受戒 除了受戒之外 你还要怎么样 你还要思维法义 念佛 念法 念身 念事 念戒 念天 你还要思维佛法 独一进出入专心 思维不放一出 一定要两个 一个戒 你站在一个 站在一个稳定的平均 因为 为什么 欲是战告法 所以你持了八观灾界 第一个 因为他已经包含五戒在里面了 而且还离五欲 然后他可以往上 他可以出三戒 他中那个解脱的三根 那出家人 天天都八观灾界 所以 真的来讲 出家人天天都是八观灾界 因为这个就是少分的出家界 他是一日一夜而已 那出家人是进行受 他不只是八观灾界 他很多条 但是都是离五欲的 都是防止这个浴滩的 那从这个积极面来 从消极面来讲 他就是不割三途八难 八难就是战告法 八难是战告法 那八观灾界就是可以离三途八难 那么这个是从在家 在家也想修真上法 也想修真上法 那如果没有 他没有解脱 他就是端正法而已 端正法他就是什么 他就是不割三二道 那这个是我们稍微 稍微要想一下 因为那个图大概就是这样 那大家 大家给他一个架构 就是你要记起来 那你会清楚佛法的修行核心是什么 那么在家的修行核心在哪里 出家的修行核心在哪里 为什么 因为从有情就是有情是有情爱 我见我爱开始 那么戒律 戒律偏重在调伏我爱 法 偏重在讲 偏重在去除无名 这个断除这个我见 偏重 好 那所以 我们稍微 稍微知道一下这个所谓的 有情生死的真结 那缘起就是讲这个道理 好 这个应该不会很复杂 我已经把它很简单地说了 好 我们让我们底下来看 所以他这里讲 他讲到 众生本性的真结不容易突破 我们现在就要讲这个 就是众生本身的真结 所以就难以解脱 那你想说我们出家这么久 有些人出家很久了 或是学寡学这么久 天经厅这么久 有些也第一次读过佛学院 那也看了很多书 为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说 有些人 当然有些人就很好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我还是烦恼这么重 我还是这么苦 那主要就是你没有看到那个重点 那个下手处 我们叫做下手处 因为常常很多嘛 那么多经典 然后吃天无从下手 沾天望海 莫测高深 你都不晓得从哪里下手 其实很简单 建议里面的基本上就是 从离无欲 离无欲下手 那么要常常观察 我这个色受想形式 是无常的 是苦的 是无我的 世间是缘起的 一切友情都在烦恼之中 那么你常常观察这个 那你不随着烦恼而烦恼 能够从烦恼中看到烦恼的真景 能够从别人的烦恼里面 看到自己的烦恼 然后能够从佛法里面 能够自断自己的烦恼 然后再从自己的经验里面 帮助别人自断烦恼 其实佛法是这个 这个次第这个程序的 那先要有自觉 然后才觉它 所以如果从我们讲 如果从调腹浴滩开始的话 那么基本上就是要觉察 自己有哪些浴滩 然后要控制 然后要调腹 那之后断除 那之后超越 超越一切的浴滩 所以你要想一想 有什么东西是我生命中 我如果丢掉 我如果不见 我会很痛苦的 那那个就表示 你的浴滩就在那个东西上面 那你有 当然你使用它 没有 没有 没有就没有 吃的东西也一样 那有你就吃 好不好它都是这样 那没有 没有就没有 那么如果有一些东西是 别人有你没有 你会很痛苦 或是别人多你少 你会很痛苦 别人很好你比较不好 你会很痛苦 那么你没有一直想追求的 不管是你的名声 你的什么 那么你就会很痛苦 那么这个表示说 你是遇贪烦恼所 所欺服 我爱所欺 爱解所欺 那么你必须从这一点 淡薄无意开始 就是说 这个东西假设 已经对你的心 产生很强的欺服力 那么你必须 能舍你要舍 不是你要训练 你不能执着他 因为有一天 你一定要离他而去 或是他离你而去 或是他已经变坏了 因为世间 本来就是缘起 是无常的 那你不从这个地方下手 你永远没有办法 你永远没有办法说 因为离欲才能清静 那么清静心才有力量 心有力量才能 才能生智慧 那有智慧你才能知道 你才有力量 那么去觉察烦恼 调伏烦恼 控制烦恼 断除烦恼 那这样你才有办法出三界 你才有可能完成解脱的意愿 因为你除了要有解脱的意愿 出家是未解脱的 你除了当然伟大一点 大胜的说法 是为了要自督度他 自觉觉他的 好 那你除了要解脱的意愿 你还要有合乎解脱的行为 那什么让你不能解脱 我见我爱让你不能解脱 所以你的一生的方向 就是要离我见去我爱 那么先从淡薄无欲开始做起 那这个部分 我们就叫做扫益之主 从扫益之主开始做起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除了这样之外 还要怎么样 还要多听闻 多思维 那么佛地址都是这样子的 你看那个阿安静里面 佛地址都是这样修行的 只是我们后来佛法比较弱了 然后不知道太多了 抓不到重点 那么找不到那个纲药 那么没有办法看到那个下手处 然后就盲羞下恋 然后后来没办法 只好念佛求往生 不然没有什么办法 就觉得真的是末法 没有末法 没有末法 那么佛法 佛法是真理 它不会衰变 它不会时间到了 它就变得比较没有效 它没有使用期限 它也没有保存期限 这个我们要知道 那么只有在你内心 你没有找到真正的正法 那么它就没有办法 产生出真正的价值 那佛法一直都在 只是你有没有发现它 那么解脱 解脱的机会也一直都在 只是你有没有正确的努力 我们说要有把握三个原则 一个就是正确 你的佛法正不正确 你的修行方法正不正确 你有没有朝着 朝着 朝着 远离仗道法前进 除了没有障道 还要有助道 就是你没有障道法 你还要有助道法 助道法就是智慧 戒定慧 障道法是贪嗔痴 这种东西是这样 所以你要一部分 要常常修学佛法 修戒 修定 修慧 修戒主要是没有障道法 修戒是没有障道法 修定跟慧 主要是慧 戒尽有智慧 便得第一道 我们说 不是都这样讲吗 所以 这个慧必须要有定 就算没有定 至少要有味道地定 那重点是智慧 所以 三十七道品 它是助道法 三十七种助道法 气是这样 那 就是你不能 障礙 一只 障礙 那个河没那么宽 窄一点 你可以跳过去 那个山没那么高 你可以跳过去 他还有障道 因为烦恼不可能完全没有 没有那么严重 你要把这个地方 你要先从这个地方 那你自己的烦恼像垃圾堆了像一座 你自己都爬不過去 都不敢靠近 智慧 我出家都說要解脫 那也不能解脫 不但不能解脫 還煩惱越來越重 不但不能滅苦 那這個就是 我們說三個正確 第二個適合 第三個就是純熟 常常練 找目標 然後訓練了一段期間發現 因為一開始要不斷修正 可惜這樣好像形象不行這樣 找到四起四合的 然後就不斷修正 然後不確定就一直往前 勇往直前 未成佛道不畏艱難 那這個是我們講到 這個所謂的眾生本性的 癥結不容易突破 也就難以解脫 那大概就把這個所謂的 重心的癥結的重點 跟大家講一下 那這個大家回去可以 稍微自己畫一下 真的你要把它記起來 這個我覺得不難喔 那你稍微想一下你就知道了 我見就是有情勢有情愛 我見我愛 那我見基本上是分別我見 那麼重點就是 即應我離音我相葬 那我愛 我愛主要是兩個自體愛 自體愛 自我愛跟境界愛 自我愛裡面有自體愛跟後有愛 那阿安金都講三種或四種 那我們就把它這樣分開就好了 就自體愛跟境界愛嘛 自我愛跟境界愛 自我愛裡面有自體愛跟後有愛 對於現在的身心跟未來的身心 未來的生命 現在的身心染著 未來的生命渴求 要永恆相續嘛 對於境界 境界不離開五欲 不離開五欲 然後對於境界 已經有的殊勝五欲境界 已經有的貪愛懶著 沒有的希望追求渴求 就一樣都是這樣 那你基本上 我們知道這個其實要對照我們的身心 那我們對這個我有沒有特別看重 那麼對於這個五欲有沒有特別懶著 那麼現實生命裡面 我們現在就我們自己好好想 有什麼東西我戀戀不忘的 那麼渴求不已的 那麼愛人不捨的 有沒有 有沒有 如果有那你就要 你要對峙他 你可以擁有他 但你不能說我不能沒有他 人也一樣 事也一樣 物也一樣 人事物 這是我們的境界嘛 你修行不從這個地方 不從禮我愛 斷我劍下手 你要怎麼解脫 你要怎麼 你煩惱不斷在增長 不斷在增長 苦就會不斷循環 那你雖然一天一天 都在打坐 都在打坐 他對峙的煩惱啊 你的煩惱從來沒有薄過啊 而且越來越多啊 那你才在說啊這個末法時代 眾生修行不容易 不是不容易 是你根本就沒有看到重點 你抓不到肝藥啊 任何一個時代 任何一個時代 任何一個地區 任何一個人 只要 只要依著八正道休學 他就一定可以得解脫 政法在就是在 他沒有衰變的這種 他不是牆壁啊 大筆菩薩人就講了啊 法又不是牆壁 只能使用幾年 沒有 用對了誰就有力量 所以我們重點就是 為什麼要讀佛教思強使 因為讓你知道 佛法是怎麼演變來的啦 那我們現在的佛法 到底是怎麼演變來的 那我們到底要修學什麼佛法 那我自己到底要怎麼修 讓你了解這個啊 真的啊 不然你都不知道啊 你都覺得 反正古代傳下來都是這樣 很多祖師大德都這樣 就是這樣 因為權威就相信 人家告訴你 這個現在是末法啦 修什麼法門都沒用啦 只要求往生啦 又要落二大 誰說的 沒有啊 你不要因為誰說的 你要看佛說什麼 你要了解佛到底說了些什麼 後來怎麼變成這樣 那做功課 一定就是早晚課那樣 才會做功課嗎 你要順勤持做才做功課嗎 你自己覺察自己的身心 不起煩惱 這個不叫功課嗎 那怎麼叫做對峙煩惱 所以我們講的這個就是重點 講的這個是重點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 好 我們先下課好了 如果這個就是重點 我們先下課 我先下課 我們先下課 我們能說 這就是重點 階段的東西 你先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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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说的上帝 殷勤的请佛说法 这个是经典里面 大部分都是记载 有两种记载 一个是犯天勤传法人 一个是诸天勤传法人 诸天就是从四王天到立天 那么大家联合去请犯天 一起去请佛转法人 一种就是犯天勤转法人 众生的确难以度脱 但也有立根可能达成解脱的 就是犯天及诸天 跟佛陀说 众生确实难以度脱 但是也有比较立根的 那么佛说法 他可以得解脱的 那么就是这个 这个是共同的传说 好 那所以 世尊这才到家师国的波罗纳 那么为吴比丘转法人 那中奥罕也有说到 说佛得正觉 那么就在想 我应该要先为谁说法 先为谁说法 那这个 一个 一个是 他的两个老师 塔伯罗摩罗子 跟阿罗罗加兰 那一个生 他教他们禅定 一个生 都是生无色界天 那无色界里面的 无所有触天 跟非想非非想天 那这个是他两个老师 阿罗罗加兰 跟塔伯罗摩罗子 那一个在 佛陈道之后 一个在七天以前 就已经生 生无所有触天 一个在十四天以前 就成了 就是一个在七天以前 一个在十四天以前 是一个生无所有触天 一个生非想非非想天 这个是 他 第一个思维 那么 这个 这个佛法圣生 不想说法 首先是这样 首先是 有这么传说 不想说法 那后来想说 那我如果 我要先去度神 那就 这两个老师 已经往神 或者 这个犯天先 在这里 然后才想到这两个 那也有可能 但是有些是这么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就是犯天先请 他不想说法 那犯天先请转法轮 然后之后他想说 那我要去度神 那也可以这样 好 那之后 然后就想要去度虎比丘 那这两个已经没办法了 就要度虎比丘 虎比丘在哪里呢 再看一下 在陆野院 在陆野院 陆野院 陆野院 陆野院在家私果 这里体面有在家私果的陆野院 陆野院那边 是很多修行人都聚在那里 都在那里修行 那他本来在苦行灵 后来佛陀不修苦行 他自己去家野村 然后这些无比丘就离开了 不跟他了 就他们跑到陆野院去 然后一直在那里 那佛陀就说 那他们在陆野院 要去陆野院度无比丘 然后半路 半路有两个商人 提味跟玻璃 那么现那个草蜜 蜜草 那么受养归衣 好 那么在走去陆野院当中 又遇见一个 叫做幽陀的年轻人 然后他也是修行人 那他问佛 因为佛很年轻 佛都威以色受他 然后他想 这个年轻人不简单 因为佛成佛才35岁 成佛才35岁 非常年轻 然后问他 那他想 你的师父是谁 他说我自己 我已经成佛了 我已经觉悟了 但是我没有师父 我是自己觉悟的 那么他们通常会问 那你的觉悟 你的师臣 你是依谁 你的老师是谁 他教你什么 舍利佛问马圣比丘 也是这样问 你的师父是谁 他教你什么 那么 都是这样问 然后他也是这样问 那佛没有师父啊 因为他的老师是禅定的 但是他觉悟是自己觉悟的 所以他是 他说我自觉无师 那这外道 他觉得你这个年轻人 怎么可能没有师父 那么年轻你就解脱 他不相信 那他就没有在问 那你解脱了什么 就是你觉悟了什么 他就没有在问 他说他就问了 那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陆远远 那他说好 那祝福你 他就走了 这个很可惜 这个是第一个遇见佛的 第一个遇见佛的修行人 但是他有成见 他就认为解脱的一定是要年纪大的 那么出家很久的 不一定 不一定 那佛陀那个时候才六年 他从出家到成活才六年 而且才三十五岁 民生也那么好 那时候有很多民生好的 出家很久的 修行很久的 他就觉得这个佛陀不可靠 所以这个也很 这是很可惜 所以我说 所以佛陀有时候也讲 不要轻易的衡量别人 然后就去度吴比丘 那现在就是吴比丘 吴比丘到底拿五个 吴比丘到底拿五个 经典讲的不太一样 但是有三个基本上是一样的 就这三个 乔辰鲁 乔辰鲁是第一个解脱的 第一个解脱的一定是乔辰鲁 那么他们不是一起解脱 据说是两个月之后 两个月之后 那么因为他单单在菩提树下 就传说七七四十九天 在这个数七天 在那个数七天 就是七七之后 成正到成果之后 有四十九天在那边想 他并没有离开 然后之后又从 从这个普吉嘎亚那边 要走到陆野院 又一段期间 然后中间住了住了 大概就是两个月后 就这么说 去度吴比丘 然后他们总共有六个人 然后有三个去脱钵 那回来给另外三个人吃 那或者是两个人去脱钵 回来给四个人吃 大概这样 然后乔辰鲁最先证 乔辰鲁最先证阿罗汉 听说是先证出国 然后证阿罗汉 然后乔辰鲁正出国 后来大家证出国 然后后来他证阿罗汉 然后大家证阿罗汉 是这样 那这三个阿罗汉 阿罗汉是马胜比丘 那么这两个一定是对的 然后摩厚乃 一般来讲这三个 那其他的还有讲 吴比丘里面有实力加设啦 有谁啦 反正就是讲的不太一样 但是基本上 乔辰鲁跟阿罗汉是一定有的 然后摩厚乃 那摩厚乃有两个 一个是阿纳利的哥哥也是摩厚乃 那或者是另外一个 大概也是比丘 那另外有一个就是 莫利夫人的 就是莫利夫人 就是摩厚乃家的悲女是莫利 莫利夫人嫁给波士尼王 那生下这个 生下这个皮丘里 那个也是莫厚乃 但是那个没有出家 他们摩厚乃是蔡其家名 就是有很多 有很多名称 但是吴比丘大概 一般来讲就 乔辰鲁跟马胜比丘 他说是 另外一个拔体跟拔坡 那这个是大概最初的一个情形 好 那我们来看 来看这个课本 他说 到波罗那国 为吴比丘初转法轮 传说 伦婉注释 由伦宝从空而行 伦王是转伦圣王 那么是天下的主 那么伦宝飞到哪里 那里的人就降伏而接受教令 似尊依八正道而成谋 八正道就是法 所以说 正见是法乃至 正见正思维正理正业正命正经经正念正定 他这个是修道的次定 修道的次定 那这个是对一般的人来说 那他总结的就是他所说的法 那么比如说他为 看个人的根基 而且直接讲缘起 他就正果了 他也没有讲八正道 但是缘起也在八正道里面 那么缘起也是中道 也是八正道 就是中道也是八正道 好 那所以佛陀也曾经说 谁要依八正道 谁就可以得解脱 谁不依八正道 谁就不能得解脱 所以完全是看 你有没有依八正道 而为主 那并不是 那么有性别的差别 有种性的差别 不管你什么种性 什么性别 在什么时间 在什么地方 只要有八正道 就可以得解脱 那这八正道 最主要的就是正见 大圣小圣都一样 解脱道主要以正见为主 般若道主要 就是大圣的菩萨道 以般若为主 般若为道都一样 那么你的智慧很重要 智慧是决定一切的 所以中阿安里面会讲 人之所以会痛苦 就是因为没有智慧 愚痴 所以才会 应该做的不做 不应该做的一直做 应该想的不想 不应该想的一直想 应该保留的不保留 不应该保留的却一直保留 所以因为没有智慧 所以他说 所有一切痛苦 灾难 忧患 都从于此生 不从智慧生 那么解脱也是一样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大部分的修行人 他没有佛法的智慧 就是佛法 佛陀讲的很多的道理 他并没有吸收起来 所以他虽然很用功 但是他很痛苦 虽然很努力 但是很烦恼 那这个主要是因为 你没有真正理解佛法 不知道修行的次第 不知道修行的肛要 不知道修行的核心 不知道 你就看不到修行的功德 好 所以他说 世尊一八正道成佛 那么为众生说法 弟子们依 那八正道也就出现 你弟子心中 那八正道代表正法 所以从佛心而转到弟子 弟子的心 这个是最初回向的观念 回向就是 把我所知道的 透过我的言语 或是我的表示 那么到你的心 那么因为我这样修行 有这样的功德 那么我告诉你 你这样修行 也有这样的功德 这个叫做功德回向 回此向彼 把我所知道的智慧 那么透过言语 行为 那么表现告诉你 那么你了解了 那么你也拥有这样的智慧 那么有这样的智慧 你就自然升起那个作用 所以这个是最初回向的观念 那后来我们的回向就不是这样 我们的回向就是 我们诵经 佛就把功德给我们 那么我们再把佛给我的功德 再送给我想 我想送药 我想要利益的人 完全不是这样 而是 你看到佛的光 你自己也变成那一道光 那么你又把这个光 就是智慧 然后又让别人 也因为你 而得到那一道光 那么谁 谁 心里面有那一道光 谁心里面就没有黑暗 就没有忧愁 就没有苦恼 其实是这样 那个是最初的回向 回此向彼 那后来的回向就不是这样 后来的回向 完全偏离主体 就是说 你并没有接受到佛那一道光 你并没有 你是借着那个光 可是你离开了佛 心中没有光 可是你以为有 所以佛法是 佛误了正法 然后他告诉你 悟正法的方法 以及什么是正法 什么是正法 怎么悟得这个正法 那从众生的念来讲就是 我们为什么会受苦 怎么样可以不受苦 用什么方法可以不受苦 那做到怎么样的程度 可以究竟的不受苦 这个叫苦极灭道 那所以苦极灭道就讲这个 那从原体来讲就是 有因有缘 我们会受苦苦 我们会受苦 有因有缘 我们可以不受苦 那因是什么 缘是什么 因就是什么 因就是业 缘就是烦恼 因为有业有烦恼 所以我们会受苦 叫做获业苦 那怎么样可以不受苦呢 有定有慧 我们就可以不受苦 所以一界定慧 可以得解脱 那么定可以调复烦恼 慧可以断除烦恼 没有烦恼 你就没有业 没有业你就没有苦 所以有因有缘事见面 其实就是这样 他原来是这个人 那后来变成不是这样 我们没有去理解 没有去思维 也没有去实践 我们就反复念诵 刚开始是念佛的 刚开始是念佛说的法 后来是念佛的名字 后来就是拜佛 然后就是印度人是在恒河里面 因为他认为恒河是圣水 在恒河里面 浸在恒河里面 那么你就可以灭罪 你就可以生功德 那么后来我们就 依拜佛可以灭罪 不是的 灭罪你要灭那个罪根 要灭那个罪因 罪因跟罪根是什么 是烦恼跟业 那你一定要有智慧 你才知道怎么样调伏烦恼 怎么样断除烦恼 你都没有 那就好像你手在痛 那你一直补充维他命C 是啊维他命C对你好 但是它不能治疗这个手痛 你眼睛不好 你一直运动 运动没有办法治疗你的眼睛 所以你要了解 你要知道你的苦在哪里 你的原因在哪里 要对症下药 这个叫苦极灭道 可是我们大部分的修行 都不易这样修行 我们就觉得我们慈与修咒 所以多戒经里面有讲 这佛弟子 慈与修咒 两修咒 三修咒 十修咒 百修咒 千修咒 能灭我苦 无有是处 那我们就慈一个可以灭五逆十二的罪 五逆十二的咒 慈一个可以灭一切罪 八万劫生死重罪的佛号 念一部可以有灭罪征服的经 那我们就可以解脱了 然后我们就有功德了 那把这个功德再回向给别人 这完全是错误的观念 那你之所以不能解脱 是因为你不具有解脱的 你有解脱的意愿 但没有符合解脱的行为 没有八正道 第一个政见就没有 那就不用讲正思维了 没有政见正思维 你做的 你的行为不符合解脱 没有正与正业正业 就算你经济也不是正业正业 所以怎么可能得解脱呢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尤其是我们现在的这些出家人 就是很用功 很安分守己 很努力 可是一天过一天 解脱的机会越来越少 你越来越来越来越大 心力越来越弱 然后又不知道 一天过一天 都是过日子 以为我只要好好的在试验里面 那么早晚课有上 然后这个 这个有做工作 那这样就可以了 那好好念佛等往生 这个其实是 就是佛法讲什么 基本上对你讲已经不重要了 那么有没有解脱也不重要了 因为你已经 你已经 我们说你已经放下要解脱这个 这个意愿 已经渐渐 一开始还有 一开始还有 那后来就慢慢 渐渐就没有了 也没有解脱的动力了 也没有解脱的意愿 那什么样可以解脱你也不在乎 因为为什么 因为现在末法你是不能得解脱的 所以后来 因为佛法后来就越衰微 所以从明清以后 从明清以后 不管你哪一宗哪一派 天台宗 华言宗 禅宗 为士宗 律师 念佛求往生 大家都觉得不能解脱了嘛 那为什么 因为对佛法不理解 真的 那没有真正看见佛法的光 我们看我的回向就知道了 当我们认为我们诵经念佛拜灿 可以回向给别人的时候 那当我们有痛苦的时候 是不是也希望佛回向给我们 是不是也希望比我们有修行的人 可以回向给我们 比如说 比如说 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阿弥陀佛 要师佛 所以你想想 居士生病 你就帮他送药师经 让他可以远离病苦 那你生病呢 你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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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自己也送药师经 但是病如果不好呢 你是不是会请人帮你送药师经 那佛生病呢 佛生病要不要 释迦牟尼佛生病要不要请药师佛 要不要 所以你好好想这些问题嘛 那你看见佛不生病的吗 佛生病啊 那药师佛是他好朋友啊 他怎么不请他来 他专门治病的吗 不是啊 这我们的很多观念 我们很多观念都错误了 所以因为这样没有政见没有政思维 所以你后面的方法就错误 正与正业正面就不对了 那因为这样不能得解脱嘛 那这个是 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知道四地苦极灭道 要知道缘情 要知道中道 那这一些我们都没有去想这个东西 那出家好多年 修行很努力 但是 但是 常常都是背道而驰 就是跟佛法讲的不一样 你看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 世间谁生病 大家赶快念我帮他集气 如果这么有用 这么有用 那就太好了 真的修行就比较容易 我赚多一点钱 然后我只要有问题 我请这些法师 那时候的皇帝都不会有事情 为什么 他下一个命令 所有的高僧大德都来 都帮他集气 你看 加比罗尔果要灭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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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些都是佛教徒 都是佛陀的亲主 那一些阿罗安 他们的家人都还在那里 那他怎么解决的 波斯匿王的妈妈生病 有些说九十岁一岁一百二十岁 那么往生了 他去找佛 说你能不能 看有什么方法 可以帮我的妈妈 到更好的地方去 说为什么可以帮助他 佛陀说世界无常 然后人生死是一夜的 就算罗霍罗 罗霍罗是他儿子 摩耶夫人是他妈妈 他都要上去为他说法 而且要让他明白 体会 要不然也度不了 建范王生病 他爸爸 他都要回他家 跟建范王说法 让建范王心开意解 才有办法 罗霍罗是他儿子 他为他讲五蕴 讲六处 讲延期 他都不能开悟 所以他说 那你还要去为别人讲五蕴 六处延期 那他也不能 他说你五蕴六处延期 要贯通起来看 后来才开悟 他怎么不回向给他 所以 知一指法一指 这个是佛法一个很重要的道理 我们现在之所以不能成就 我们现在之所以不能成就 很大的原因 在于我们没有真正去理解佛法 所以 没有 那个下手处堂通常是不对 那个用功 用功是用功 但是用功的关键处不对 外道也用功 你认为外道不用功吗 外道可用功 能解脱吗 不能 所以第一个是正确 第二个是适合 跟你适合的法 第三个才是纯熟 要不断不断的练 不断不断的练 一天过一天 你有正确的方法 你有智慧有正确的方法 一天过一天 你的戒定会增加 你的贪嗔痴减少 你没有正确的方法 你的贪嗔痴不断的增加 你的戒定会一点消息都没有 那么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我们往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这里讲到 从佛心转到地子心 我们说 这个是最初 所谓的回向的概念 所以我们修学佛法 听闻佛法 我们等一下 我们等一下 不是上完课也会回向吗 那么 听经的功德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皆共成佛道 那听经的功德 那我听经有功德 我把功德给一切了 不是的 你听完经之后 你明白经的道理 你有智慧啦 原来不懂的现在懂啦 原来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 知道那个关键处啦 你再去告诉别人 让别人也知道 那他知道了 他一知修行 他就可以得解脱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 我遇到的任何人 可以讲的我都跟他讲 能接受的我都尽量跟他说 那么他知道了之后 他明白 他明白就好像 你知道这个水可以解渴 你告诉一切的 你只要口口喝这个就可以解渴 所有有解渴的人 都喝你跟他讲的这个水 他都能解渴 那么解的是什么渴 智慧的水 解的法水 解的是什么渴 烦恼的渴 保激经也是这么讲啊 他说这个有一些人 除其了一大堆的水 结果烦恼渴死 都用不到 用不上 用不了 知道是知道 可是就是做不到 就没办法 就用不上啊 用不了啊 所以产生不出作用啊 那个是因为你没有真正明白啦 你真正明白 不会用不了啦 真的 就是你那个关键处很重要 我常常觉得这个 我们有些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的人 其实我看都很用功 尤其女重比男重用功 我看见的啦 但是烦恼也比较重 因为越用功越执着 然后烦恼越重 越计较 然后越看不过去 心里面越不平衡 因为我这么用功 你那么懒惰 结果你吃 你跟我吃的一样 那个烦恼 你没办法转 那就自体爱跟境界爱啦 那就生跟贪跟撑 就从这里 从这里来 那我喜欢吃的被你拿走啦 那我就更生气啦 那么你做的比我少 吃的比我多 我也很生气 但是他不晓得烦恼 就是这个就是烦恼 他没看到烦恼 那修行不外乎 就是对治烦恼而已 就对治烦恼而已 没有其他的事啊 就对治烦恼 烦恼见了就解脱 烦恼多就不能解脱 那烦恼重就多三二道 苦就多 就这样而已啊 那什么是烦恼 在哪里会生起烦恼 有哪些烦恼 要用什么方法对治 这个就是我们学佛的目的 就是我们读经的目的 这个佛很清楚 他是过来人 欲知上山路虚问过来人 那你要问他 那现在跟你讲的都是这种东西啦 可是你不选 你都用同一个方法 有烦恼的人就去诵经 就去念佛就去拜餐 然后看烦恼自己会不会消 看佛会不会加持 没有不是这样的啦 然后天真的以为 我帮别人诵经 别人就可以得到功德 我帮人家拜餐 别人业障就会消 我告诉你没有这种事 真的 好 所以他这里讲 所以你看 从佛心转到地极心 降伏一切烦恼 重点就是降伏 佛法的智慧就是降伏烦恼而已啦 如伦堡那样的从此到彼 回此向彼 叫做回向 你把佛的正法 移到你的内心来啦 你体会啦 见佛所见 但是像我们念佛也是这样 念佛的名号是要义佛的功德 那么义佛的功德要如佛这样的修行 那么如佛修行就得佛所得 这得佛的功德 念佛名号 名号是收色功德的 念佛名号要义佛功德 那通常如来应共正辩之明行主 善事世间解无上师 调义丈夫天人师佛是尊 这个都是指佛的功德 那么他在名号里面 都有收色这一些功德 那么念佛名号要义佛功德 重点 他值得你尊敬嘛 他永远这个殊胜嘛 功德就是殊胜 那他有这些殊胜你才要跟他选啊 他都比我不好我怎么要跟他选 他那些好我也不在乎啊 我怎么要跟他选 所以啊 是因为他的好你看见了 而且他觉得他的好值得 值得你学习 所以我们才要归于佛嘛 念佛名号要义佛功德 佛有哪些功德 大智慧 大慈悲 大精进 大人禄 这些 好 大布施 好 那么 义佛功德要 佛的功德从哪里来 从他的修行 如实之 如实见 如实修得来 所以你必须也要如实之 如实见 如实修 如实证 所以四圣地跟胡比丘讲不是这样吗 此事苦我已知 此事苦奴因之 此事急 烦恼业 我已断 此事急奴因断 我这样做了 我告诉你 你也要这样做 我告诉你 不这样做 你没有办法得到那个功德 那你相信了 而且你也照做了 要如说修行啊 所以念佛名号要义佛功德 义佛功德 要如佛修行 如佛修行 你能用正佛的功 得佛所得 得佛的功德 其实它是这样子的 后来我们就不是这样 我们念佛名号 然后就期待佛的功德送给我们 没有 没有这种事 然后我们还天真的以为 我们可以把佛给我们的功德 我们又送给谁 不是这样 真的要改过来 你的观念不改 我告诉你 你的修行 是不能得成就的 政见都没有 你怎么修行 八正道 这里讲的就是八正道 政见都没有 你是不能修行 你是不能得利益的 一个动作的人 你罉开札 也不公ande 空穿这是说明 例如数义者 身体的址 尤其是 Ensuite auto 影响 职剿 kı� 你就是 王正前睡 advoc° 8 影响 他相信你的话 人家也想跟你学习 那么你透过你的言语 你的行为 深口语 那么你射受了他 那么他跟你学习 后来他跟你一样休闲 你告诉他方法 那么他也得到了 你所得到的功德 就这样 就这样 回此相比回此 所以就这样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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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 像布施也是这样 我希望一切众生有需要的 我都帮助他 让他可以得到受用 若诸有情 眼所照处 愿彼一切皆得我所受用 饮食等物 就是他需要的报道 随即所需 少分受用 此以转失 他之有情 我这个布施的行为 跟这个布施的概念 希望他受我 他接受我布施的人 也可以学起来 受我影响 当他有能力的时候 他也去布施 也去布施 那他得到的多 他受自己受用少分 然后其他的再去布施 就这样 那么辗转的布施 叫一切人都可以得利益 那么这个是布施 那这里讲的是法的智慧 我们受了这个法的智慧 就像我从佛法里面 得到的概念 我告诉你们 你们知道了 受用了 真的这样修了 受用了 你又去告诉别人 愿以此功德 听经的功德是什么 智慧 那么普及一切 那么让一切众生 都拥有这样的智慧 可以解决一切的痛苦 一切的烦恼 调悟一切的烦恼 我等于众生 最后我等于众生 我跟众生都能够因为 学习佛法的智慧 实践佛法的正道 而得到解脱成佛 揭供成佛道 我们后来讲不是这样念的吗 他并不是说 我听经有功德 有什么功德 你如果不理解 不思维不实践 你有什么功德 你什么功德都没有 所以你要知道 更正的功德就是变化 出胜的变化 你在你身心中产生 所谓的性敬念定会 这样 在你本来没有的 本来不生性佛法 现在生性的 本来不理解的理解 本来不坚勁的精进 本来不忍睹的忍睹 本来不慈悲的慈悲 本来没有舍心的 现在有舍心 那么这一些就是你内心 身心的变化 真善 这个叫做功德 最主要的功德就是定跟会 心不受境界的影响 专注 有力量 不受烦恼的欺负 离我见离我安 这个是最主要的功德 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 其实我的重点都是在跟大家讲 整个修行的概念 那这个其实我是觉得 比佛教史还重要 那佛教史其实在讲思想的演变 那么我们现在 为什么都是这种思想 是怎么来的 要看到后面才知道 尤其看到这个后面的 秘密大正佛法 你就会知道 那个很久了 不知道讲得完 讲不完不知道 但没关系 我们都现在都先拿来 让他讲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我们往底下看 所以 那么法轮是以八支正道为体的 就八支正道了 世尊与五比丘共处 开始有僧团 叫做佛法僧 最初 最最初的两个 那么只有二归一而已 那个时候还没有僧团 这个僧是五个人 至少四个或五个 那么才是僧 合合众 那当时只有佛陀一个阿罗汉而已 所以还没有僧 所以当时他们提位 他们是二归一而已 好 开始僧且的生活 就是僧团的生活 所以归一僧是归一佛陀的僧团 那法为同场 才为同享 一般来讲 见和同姐 立和同君 不久 随佛出家的弟子 已有一百多人 那通常 没有讲到一百多人 一般是六十三个 六十三个就是 我们看 没有到一百多人 这个是一般的说法 最初是五比丘 我们说佛陈道大概两个月 那五比丘 五比丘是五个人 然后之后 之后就是 五比丘之后 就是耶稣四友 及亲友 耶稣 他有耶稣有四个人 耶稣四友 那导师说一百多的人 可能包括那个盗贼里面有五十几个 那耶稣四友 然后及亲友 他们四个人来找佛陣的阿罗安之后 又去找他们的亲友 亲戚朋友来 总共找了五十个 五十人 所以耶稣还有四个朋友就五个 这里就五个 这里有五十个 所以有五十五个 那这里有五个 然后后来又度了三个人 来 通常说是 家瞻眼 家瞻眼 妇罗纳 那么耶稣四友里面 也有一个妇罗纳 也有一个妇罗纳 那 这个妇罗纳是说法第一的妇罗纳 那这个妇罗纳不是 妇罗纳 然后一个说皮 这个我们比较不知道 这有三个人 那总共就是六十三个人 那么导致讲 一百多个可能包括就是 那么有大概就是 有五十大概有五十个年轻人 然后他半路度他们 他们跟一个 他们都是一对一对的 然后可能包括这个 但是这个一般没有讲到 但是就是可能这样 那一般来讲是六十三个 那这六十三个之后 最初的就有六十三个阿罗汉 一般的记载就是六十三个阿罗汉 那六十三个阿罗汉 佛陀叫他们一个人走一条路 这个我们来讲 就是前面讲到 为什么菩萨道 其实从佛陀的本身表现出来 其实就是菩萨道 经典里面有没有呢 有 比如说八正道来讲 八正道是解脱的 佛陀曾经跟这些比丘讲 巨直八支的 巨逐八正道 八支正道的 可以解脱 但巨逐十六支的 这个是智力 巨逐十六支 就是十六正道 十六就是你自己 证件也告诉别人证件 其实是这样的 那总共十六支 就自决绝他 自利利他 那么就是最上的 其实其实是菩萨道 我们后面再来说 其实是有的 那你看佛陀六十三个阿罗汉 走一条路 不要两个人走一条路 有六十三个地方 两个人一起 比较有伴 但是就只有三十几个地方的人 受利益 所以一个人走一条路 去行 去利益众生 去回向 把你从佛陀那边得来得法 就去告诉其他的众生 让众生也可以得到利益 可以得到 你从佛陀那边修行而来 得到的功德 智慧 那么也把 就是把你变成一道光 你走到哪里 哪里就没有黑暗 那你到哪里 哪里就有正法 你到哪里 哪里就有正法 正法就在哪里 经典所在之处 极为有佛 你人所到之处 极为有法 就讲这个概念 那之后 这三个之后 他们一个人走一条路去度众生 佛一个人 去度谁 去度三家社 首先是优罗平罗 他到优罗平罗 优罗平罗 这是一个村 优罗平罗家社 这叫木瓜林 这有优罗平罗村的家社 他们是三家社 先去度这个人 他还有两个弟弟 叫加提家社 加也家社 纳提家社 加也 然后两个弟弟 加也 加也就是菩提家也 这个是木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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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瓜林 那加也是一个村 加也村 佛陀在家也那边 所以叫做菩提家园 那一棵树就是菩提树 其实是这样 那原来这叫加也 然后另外有一个 优罗平罗家社 加也家社 纳提 纳提是一条河 纳提家社 那两个是弟弟 纳提是一条河 住在那住加也村的家社 住在纳提河的家社 住在优罗平罗 这个木瓜林的家社 那佛陀先去这个 先度这个 然后四线 四线神通 佛陀先去四线 因为他那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独龙洞 那佛陀去住了 降伏那个独龙 然后先射受这个大家 先射受这个纳提纳教授 然后用他心通 那他说你虽然可以降伏独龙 但是虽然有神通 那纳提纳教授没有神通 他是拜火教的 火供的 然后但是我是阿罗汉 你不是 佛陀心里面 因为他心想 他的意内想佛陀就知道了 他心通 他在跟他讲 你并不是阿罗汉 他很惊讶 他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然后射受他 然后后来慢慢才跟他说法 然后他得度之后 他把那些 火供的 拜火的器具都丢掉了 那你看 他修行的东西他丢掉了 所以丢到尼连禅禅河去 他的弟弟看见了 以为他的哥哥被害了 被道解所害 所以赶过来看 发现他的哥哥跟着佛陀 佛陀在为他说法 然后他底下有很多弟子 这三个人加上一千个弟子 那这个人应该是比较多的 优罗平罗家设 是平伯梭罗网的师父 那王子平伯梭罗网是依优罗平罗的 拜祭优罗平罗的 那佛陀那个时候还没有 那所以等优罗平罗 又又把他两个弟弟 因为他们是依他大哥的 后来这三个人总共一千人 都皈依佛陀 这一千年都赠阿罗汉 实在有够厉害 都赠阿罗汉 佛陀为他们燃烧 因为他们 他跟他讲什么叫做燃烧 燃烧是什么 智慧在燃烧 烦恼在烦烧 那跟他讲这个 你要怎么样去除你的烦恼 用你的智慧火 因为他火供是这样的 你要用你的智慧火 烧烦恼 那智慧的火要保持 烦恼的火要消除 那佛陀用神通度化他们 所以这个就有一千多人 后来又度舍利佛目见人 所以就一千两百五十人 那这几个人 这几个人后来都是 到各地去度众生 那这个一千人 后来舍利佛目见人 舍利佛目见人 两百五十人 那就一千两百五人 就跟着佛 跟着佛在生团 后来在王舍城 品伯苏罗网 品伯苏罗网就信佛 跟着优老品伯就信佛了 信佛之后 因为之前他们就有约定 佛陀在王舍城 还没成佛的时候 在王舍修苦行的时候 或在脱伯 遇见品伯苏网 品伯苏网看见佛陀相貌庄圆 这个说说你来我的国家 我跟你共治这个国家 他不要 所以他说好 不然你成道的时候 你要来度网 那度了优老品伯苏网 就想你 一天跟品伯苏网的约定 所以他就去度品伯苏网 其实是这样的 好 那这个是当时的一个过程 我们来度网 他讨论了一百多个 那基本上一般是这么说的 好 我们来看看 所以他说到 他说已经有一百多人 通常是六十三个 那么四尊嘱咐他们 去分头教化 如等各个分部游行 在不同的地方 去利益众生 世间多有贤善 能受教戒者 世间其实还有很多 有善根的人 他们知道这样的佛法 那么能够接受 能够从佛法中得到利益 那么我们也都是 遵循着释迦佛的这样的教诲 所以才会各地各地去讲经 我也是这样 所以各地各地去讲经 那么希望能够把 这个佛陀真正的证法 然后带给更多需要的人 有善根的人 好 那么 朱比丘受教分布而去 就最初有六十三个 那 士尊所宣扬的证法 迅速的发展 第二年游化到王舍城 就去度 度平伯搜罗网 得到平伯搜罗网的皈依 这前面的一千多人 只是第一年 然后第二年 平伯搜罗网就皈依 那么 那么第四年 其实第四年 舍利佛目见脸才皈依 那么舍利佛目见脸的皈依 是透过马圣比丘 这个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 马圣比丘是威仪第一 所以有些洗马圣之威仪 威仪非常好 威仪大部分就是有八十种好难 就走路啦 举止都非常的端详 那舍利佛看到了很色寿 所以他就问马圣比丘 你的师父是谁 跟那个幽头一样 你的师父是谁 他教你什么 那马圣比丘 那个时候已经是阿罗汉 他是无比丘之一 那他到第四年才度到舍利佛 那前面 因为他第一年 第一年他就得度了 那中间应该也有度谁 但是因为比较没有那么多 就是可能没有记载 那没有写出来 应该不可能这四年之中都没有 吴比丘都没有度到的 应该有 不会没有 那但是舍利佛穆建人是很重要的 基本上第二年度品博搜罗网 第一年度 第一年度六十三个阿罗汉 然后第二年包括三家社 第二年度品博搜罗 品博搜网规矣而已 第四年度舍利佛跟穆建人 那舍利佛穆建人出家之后 他本来就出家了 他本来是跟善若仪出家的 后来因为遇见马胜比丘 马胜比丘跟他讲 那你师父都说些什么 他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妹 他就讲这两句话而已 我佛大沙门常做的是说 我的师父说法的重点就是这两个 因为佛陀有外道问他 他也说那你都是说些什么 我论因所因 我说缘起 那马胜比丘也是 佛法的核心就是缘起 说我师父说缘起 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妹 当时舍利佛穆建人还没有听过这个 他一听就开悟了 首先是舍利佛 舍利佛开悟之后 就出国之后 他马上去跟穆建人讲 穆建人听舍利佛转述也开悟 也开悟 那这两个人后来就回去 带着他的弟子来跟佛出家 那后来他也去劝他的师父 善若宇 把所有的 就是他们希望他们的 他的师父其他的所有师兄弟 都能够来跟着佛陀可以得到利益 但是只有舍利佛跟穆建人的弟子 跟一些过来 可能他师兄弟也有一些人跟过来 那么其他的大部分都还在山若宇那里 大部分都跟着山若宇 山若宇也不来 山若宇如果来也有可能得解脱 就是六四外道里面那个一个 他也是很聪明的 但是他就不愿意 就是不愿意放下那个尊严 他认为我都出家这么久 我都是别人的师父了 我还要去跟你做师兄弟 还要叫别人师父 他有一点点可能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放下这种名文 而且他很多供养了 他也不差 所以他就不要去 这个也是很可惜的 很可惜 我们叫做弃马丹间 佛教里面有一个评论是这样 说两个人 那么担着这个马要去卖 那有一个半路 半路遇到有一个人 有用那个师要跟他换 那个人就跟他换 另外一个人说 我都担这么久了 我都担了两天了 因为担了都几天去卖了 然后我就担了两天了 我现在跟你卖 我全面不是白单了 所以他就不卖 又担担担 担到一半 又有人拿那个银要跟他换 那另外一个人又换了 他从马换成师 从师换成银 那个人说 我前面就没有换了 我现在换了 那我前面不是白单了 他又不要换 后来又有人拿金跟他换 又用银换成金 那一个人换了 他的马换成金 叫做弃马丹金 这些故事 那你以前学道教 可能拜三太祖 有感应的 不管什么 那也许学这些 那你也许已经 做一贯道 做点传师 多一大堆了 不管 但是你发现到这个是不对的 你马上要 你不要舍不得 舍不得你在以前得到的名声 地位 供养 弟子都不要 因为这是短暂的 几十年后什么都没有 所以就叫弃马丹金 那那个人就不换 那个人都不要换 结果他还是 他挑到就是一袋马 那马换了什么 几块钱而已 他就当马回去 但是那个人从马换成丝 从丝换成眼 从眼换成金 所以佛教有一个 弃马丹金的比喻 那这个舍利佛 就是弃马丹金 他的师父就是什么 终究到死 就是那一袋马 我们出家 一开始的佛法观念 到死了你还这种观念 你一辈子就担着马 你要换 那佛法真正的金 你要得到 这个很重要 因为时间到了 我们先把这个稍微讲一下 所以佛陀的两大地址 冒出大目见连舍利佛 也加入深切的阵营 那个时候出家地址 就是 其实已经1300多人了 但是有63个在外面了 所以长随众就1250人了 那其实地址 他说出家地址 已经有1250人 不是 就是这个是跟在佛身边的 那么前面有63个 如果导师讲是100多个 已经在外面了 把这100多个加进去 或者把这63个加进去 就1300多个啦 其实是这样 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就讲到 已经渡到舍利佛目前了 有1300个的地址 我看写在这里 好 大家合掌回向 愿于此功德 普及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工业 一切amos 一 côté 瓶 诶 孔命 感谢观看